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英雄等级达到20级之后 会有可选择的 斩职英雄的特点方向 按照自己的要求 打造出你所需要的英雄 因为第九大陆现在还在测试中 还有一些游戏职业还未公布 相信会更加吸引人吧 好 我们选择第一个战士 进入游戏 第九大陆的游戏操作 整体来说是属于键盘加薯焦的操作 主要操作是以键盘为主的 我来给大家说说键盘操作 按键强剪 F1是帮助 新手要多看看 方便熟悉游戏 下面这一排数字可以设置为 技能快捷键 Table是练功聊天模式 Shift翻轮 Ctrl是呼出鼠标 Q防御 F0是向前 D抓 R持取道具 A向左移动 F向后退 D向右移动 F向下攻击 跳跃是空格键 再来看鼠标操作 左键为主攻击 按住不方式为自动攻击 右键为辅助攻击 两个键按住是闪避攻击 中间的滚人是缩放镜头 第九大陆是以超强的画面效果 真实的游戏画质 粗色的操作感为口号 不但有了粗色的人工智能怪物 更有能与玩家角色联动到多种舞台环境 给玩家们带来逼真的动作游戏乐趣 第九大陆文法更加新领 有着别的网游没有的特色 游戏模式有PVE PVP PVE模式就是传统的地下城模式 玩过DN和DNF的同学们都熟悉这样的模式吧 PVP模式为竞技场模式 目前开放EV1至818对决 与魔兽世界的PVP差不多 国服目前只开放三个道路 在每个道路的都市城门 玩家可以通过城门哪里 选择所要进入的副本 副本难度分别有普通、困难、山家、大师、地狱 不同的地图大小和怪物的数量都是不同的 乱入副本系统 在你开启免续乱入武艺 通关后经验可以额外获得25%的经验 在到达25级后可以开始乱入其他人的副本 到地图的乱入大师对话后开始乱入 其中乱入是可以无疲劳的十欧镜的 当然身上如果有疲劳的话还是会消耗疲劳的 所以建议无疲劳的时候带进去 别人乱入到你的副本 不能喝药和复活 当把你杀到没复活后 别人就占住了你的副本 青山乱入者和副本 内人都可以获得乱入红金 可以获取箱子开到一些药水技能时 乱入分为随机乱入和追踪乱入 是不是很有趣呢 当然还有更多的生活系统 工会系统 强化系统和魔科系统 我都迫不及待啦 那么大家和约书一起来体验地球大陆的守护之路吧 那么大家和约乱进去 东西里面就要注意 如何挡住 那我们要注意 这种化妆 这种化妆 不用管了 来 不够 我 不够 我们能量封锻 运 我们能量封锻 我们能量封锻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